所以 最後一個 這個是我們 溫庄那邊的 胡彥彥老師他做的一個研究 跟我們中華中心機也有合作 但其實這個抽樣有問題 所以他在統計上面基本上沒意義 好 可是他混了做了330份公務卷 去混中國跟越南人的 第二代的比較 那裡面一個比較好問的特點就是 其實像 那這裡面 在捷克 比如說 中國 有50%的人 他爸爸是在開餐館的 然後 越南是22%的人 為什麼 因為他會做一些小型的進出馬鈴的東西 然後開一些電影的東西 然後 中國人我不知道為什麼老師喜歡開餐館 你這個是幾年 這個是2006 對啊 2006年當然他的結構可能會有點改變 但是現在應該會有變 現在應該會有變 但是 其實 你說實話 我覺得我以前很早去結構 我覺得那邊的越南人 就是修化率多 我因為真的修化率 中國人 對 所以其實這裡面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 越南人他可能是幾萬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22%就代表了 他可能就有 好 比如說一萬 不能講一萬 他可能知道幾千 在越南餐廳 跟中國人 在 中國人在波蘭 以及中國人在捷克 才 才多少人 對最多幾百個 對啊 對 所以中餐廳的量 那麼多 對所以這裡會是一個 比較好玩的特點 然後 另外一個 比較好玩的是 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 朋友呢 你中國人朋友 你越南朋友很多都有 然後 你們的 你們對於 中國或越南的歷程和文化 你們有沒有興趣 欸 中國反而比較少 越南比較關注上 自己的文化和歷史 然後 你會關心 中國跟越南的政治社會 變遷嗎 中國也比較少 他越南也比較多 然後 你 那時候 你go back to your home 你會不會想 回到你的原想 去彈琴 中國第二代會 越南比較少 我想這是一個 經濟優勢的問題 經濟差異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海外 中國人 他們移民到海外的話 他們 他們 他們會關注 他們會看這個新聞 會看電視節目 會看電視節目 因為CCTV還蠻好看的 對對 然後 我沒有看 但是為什麼 他們對於 原鄉的政治經濟 比較不關注 但是他看電視的 又比較多 對 他看娛樂的電視 然後春晚 一定看 然後 但是對於他們 他們寧可把心思 花在世界局勢 花在他們的 報酬的策略等等上面 報酬未來的發展上面 他們 比較不會把心思 去關注 共產黨 或幹嘛幹嘛 人大 北戴河會議 下一屆的領導人 會是誰 然後 然後 第十八大 幹嘛幹嘛的 會關心 但是政府不想越南人 他們一直信 是在家裡 信 是在越南 這是一個情感上的連帶 我覺得會有差 可能他們對於世界的那種格局 觀點是不一樣的 在這裡比較明顯的 然後另外 比如說 你對於那個 捷克雲的流暢程度 中國人反而比較糟 越南人比較用膚 在這個上面 因為中國 在哪裡也是一樣的 真的 四海都是中國人嘛 中國是大魚種 幹嘛要學這種什麼 鳥語 那個 那個 我們講說這種小魚種 就是那種奇奇怪怪的 對 但是 對於越南人而言 捷克它就是一個 不錯的 應訊之地之類的東西 所以他們願意投入到 社會這個整個裡面去 然後這裡面還有什麼 你們要教捷克的朋友 然後還有學校的表現 其實這裡看起來就是一個 明顯的 越南的下一代 他們對於 當地社會的 整合與融入 他們比較好 在這個上面 他們不會把 這種中東我國家 翻證成一個 過客 一個 過渡的地方 差別其常在這個地方 然後接下來這裡 因為這個 我們同事還有那個 胡老師他們在玩卡方 但是沒有一個卡方表 跟他打到曾經的選項水準 對 其實太無聊了 那這個是什麼 那個 Friendly 他們認為捷克對於他們 有不友善 好 中國人認為 有57.6%的捷克人 對中國人 不是那麼友善 但是 71.7%的 越南人認為他們 比較友善 然後 總的平均大概是 六成多 就覺得不是那麼友善 那 所以可能 不知道 可能 可能 中國人認為說 友善就是要 對我們當上 或幹嘛的 但是越南人就認為說 只要不歧視我們 幹嘛就比較好 所以這個可能是 還是一樣 就是 不同族群 然後他對於 其他族群對他們的看法 我不知道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的 印尼朋友啦 越南朋友啦 然後 然後 人戰朋友 他們對於 台灣人對他們 友善的看法 我覺得應該也會有 應該也會有 我覺得這個也跟他們 就是說他們 對於 當地的 就是語言跟文化 的了解 對 真的是這樣子 對 所以你看 越南人在歐洲 他們的語言能力 表現通常會比較好 對 他們就會比較 能夠融入當地的 然後 你想要 當一個捷克人嗎 百分之九 九成以上的中國人 不要 然後 願意當解克人的 越南人 六成五 就是 其實就是在社會 整合的認同上面 其實在中國人 還有越南人 在東歐西 基本上是有差的 這又是回到你開始講的 我覺得那個 呃 中國人跟歐洲 兩個國家 對於中歐的態度 是不一樣的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想可能 時間的關係 我大概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